人世间里,郑娟的饰演者樱桃虽然本人已经似灵家了,可是演起少女来,丝毫不为何。 郑娟与周炳坤的爱情让很多人都觉得美好,可大家却没发现,这场爱情其实是郑娟的算计。 郑娟的谋划 郑娟的人生是不幸的,但是她一开始并没有想过要靠别人走出这场不幸。 所以她拒绝洛世宾和水字流的帮助,即便挺着大肚子,她也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撑下去。 但是那个时代,一个没有工作的女人实在是太难了,周炳坤的出现算是她生命里的一点希望。 郑娟见到她的第一面就知道她跟他们不同,洛世宾和水字流当初选择周炳坤,也是因为看出她是个好人吧。 而且周炳坤第一次见到郑娟时,郑娟正好把棉衣服都拆洗了,光着腿坐在床上穿山楂的样子,让她一下子看呆了。 郑娟明白那种感觉,所以才会在周炳坤第二次进屋见她的时候,故意让自己的衣服扮开。 郑娟足不出户,又是犯人的家属,她不认识其他人,更别说再嫁了。 这些年,周炳坤一直给她送钱,却从来不进屋。 那晚上的脚印,郑娟心里早就有了主意,所以她才要抓住周炳坤与她相见的这个时机,希望能够为自己找到幸福。 让周炳坤一步步走进自己的世界,其实是郑娟权衡利弊之后的选择。 她也想为自己的未来争取一下,主动出击。 既然已经想好了,郑娟便决定主动出击。 周炳坤好容易再一次进屋见她,她一定要牢牢把握机会,首先是梳好头发,却让衣服扮开,然后谎称是为奶媒穿好衣服。 两人坐下来之后,郑娟便问她,喜欢什么样的女孩,引导周炳坤说出自己的心里话。 听到她的话,她也说挺想你的,以前不这样,遇到你之后才这样,后面更是直接让她搂搂自己。 怕周炳坤退缩,还给她想好了退路,只要想她了,就让婆婆递张条子。 甚至说,不打扰她的生活,等她结婚了,就可以不来了。 然后两个人有了第一次。 郑娟之所以这么说,其实是算准了周炳坤的性子,她绝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男人。 果然,没过多久,周炳坤就打算跟郑娟结婚。 可是这个时候的郑娟,却决定把自己所有的秘密都告诉周炳坤。 首先是绅士,自己和弟弟都不是婆婆亲生的,而是捡来的。 然后,是她跟涂志强的婚姻,其实只是名义上的。 最后是孩子,孩子是洛世斌的,他是被洛世斌强暴的。 把这些话,在两个人有过一次之后说清楚, 就是为了试探周炳坤的态度。 如果他接受,那么他就不会走,他俩就能结婚, 如果他不接受,那么他们也没必要再继续下去了。 郑娟在爱情上,有多拎得轻呢? 以退为进。 虽然周炳坤已经下定决心要娶郑娟, 可是父母在上,他又怎么敢自己做主呢? 所以他就趁父亲高兴的时候试探了一下。 没想到父亲的反应那么大,直接一脚把他踢到了床头上。 这一下,让他内心拔凉拔凉的,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。 这个时候,他母亲又让他哥哥去劝他, 于是他把哥带到郑娟家,想听听哥哥的意见。 郑娟正巧背着孩子回来,看到周炳坤和他哥在门口, 他特别聪明,走到周炳毅面前,说了句劝劝周炳毅吧, 我不值得。 这一句话就打动了周炳毅,这句话明确表示, 是周炳坤离不开我,我并没有主动。 也表明自己知道自己什么样,郑娟不会纠缠他。 也正是这一句话,让周炳毅觉得郑娟是个好女人, 并不是那种不三不四的人,内心有那么一丝同情闪过。 郑娟已经激起周炳坤内心的反叛, 毕竟传家宝镯子都已经当了,他回不了头了。 如今,父母越反对,他就越想要跟他结婚。 哥哥周炳毅说得很好,每个人的道路终究是需要靠自己走的。 就像周荣,不也是坚定地选择了平化城吗? 父母总想替孩子们谋划洁净,殊不知, 有些路必须靠他们自己走。 就像周荣,当年的爱情还不是成了笑话, 他坚定不离婚,最后还不是离了婚。 而周炳坤选择了郑娟,接受了郑娟的孩子。 可是后来,洛世斌来抢孩子, 周炳坤失手将他推下了楼, 结果自己进了监狱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